中华国医馆是一家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大型中医医疗中心 由六位重量级中医师担纲中医医疗保健服务 并特聘多位经验丰富的按摩师 为有需要的客人提供放松按摩服务 力求将中医保健的理念推广到更多热爱生活的朋友中去 联系电话905-604-6199 地址8789-500A 观众朋友早上好 现在是早晨的8点42分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通常我们会在星期五 尽量给大家来请的嘉宾 都是一些跟强身健体 还有一些练功夫有关的嘉宾 主要就是想大家在轻松的星期五 能够更加地注意身体健康 同时来舒展筋骨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少林寺多伦多产舞中心的 世炎冲师傅 来给我们介绍有关于柔功方面的一些技巧 那么其实熟悉世炎冲师傅的观众朋友 之前他曾经多次地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给我们介绍少林八段锦 而且也给我们演示了很多次 那么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们还记不记住这个少林八段锦 今天呢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一个学习项目 世炎冲师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您要教给我们的这个功夫 OK 好 今天要给大家教给大家的就是那个叫禅元功 禅元功是在那个八段锦的基础上 进行往下一步就是来教大家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八段锦就是牵拉你的身体 是 大家的身体就是有一些筋骨要去要牵拉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很多筋骨就是萎缩 萎缩就会压迫内脏 就是很多毛病就出来 心脏病啊高血压这些毛病就出来 是 所以就是文明病 那您说比如说现在有些年轻人 您刚才说可能随着年龄增长 但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 每天都坐在电脑前面都不动的 那么其实长久以往 是不是他们的筋骨也都会萎缩了呢 对啊 特别是坐在电脑旁边 就是手啊 肩膀痛 肘痛 或者是腰痛 背痛 颈痛 颈痛 这些毛病就是长期坐在那地方 筋已经萎缩了 所以说这个牵拉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不光好像是牵拉你的筋 在这个筋的疏款的基础上 好像这个骨骼也得到了这个 对 骨骼也得到一个调整 自动调整 在那个《黄帝内经》上讲过 就是所有的病 万病皆为经络不通 就是你为你经络不通 如果把你经络疏通了 你万病就没有了 对 人家不是说不通则痛吗 所以你经络不通的话 肯定身体就有很多痛症 对不对 那您今天给我们介绍的呢 是禅员宫 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名字 它这个含义是什么呢 这个名字叫禅 就是在少林寺 叫成为禅宗祖庭 禅就是每个圣礼都要修禅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禅就是禅心的意思 禅心就是把人 一定把心静下来 静下你才能够 如果你不静的话 很盲目的话 说的话就是不算话的话 如果一旦你静下来的话 你就看得比较圆 比较清楚 所以禅要静下来 这个圆呢 圆就是疏通经路 你就在血液循环 圆就是一个circle 一个圆 是 所以起名叫禅员宫 那么禅员宫呢 也是盐冲师傅 今天给我们带来了 一个新的功法 那我们话不多说 赶快把时间交给盐冲师傅 给我们做一下演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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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间 左脚拉开半部 与肩同宽 呼吸自然 前面三个调息 吸 呼 吸 三个调息 是从头到下 从头到脚 把整个身体放松 呼 我先把前面 三式到四式 练一遍 呼吸自然 重心左移 到右边 因为我们手上 有六条经络 六条经络 心经 心包经 肺经 这些经络 都能舒展开 你看手腕要揉 比如说水中 那个柳条一样 要柔软一点 有句古话叫 身揉骨正 你身体揉了 你骨头自然而正了 就是把经络 调整好 身体 这个次数 根据你自己 多少都可以 收 第一式叫 闭日之云 第二式 叫迎风灰尘 还有就是我们 腿上 有很多经络 比如说 内部的 有干皮肾 干经 脾经 它都从左脚到右脚 把这个力移过来 就疏通 这个力也是从上面 往上传上来 我们前面 腿上有胃经 膀胱经 还有胆经 这些疏通 腿上的力 第三式 立屁华山 第三式 手腕有个掉手腕 身体凝固来 最好身体能够凝 凝固一百八十度 身体放松 好 第四式 重心 前腿到后移 推出去 这是叫逆水行舟 呼吸要顺畅 要自然 做着禅元宫 最主要是要调心 你心要静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严重师傅 今天严重师傅 给我们带来这个禅元宫 一共是四式 是不是 那么禅元宫一共是七式 今天他给我们带来四式 那么会在接下来的节目 来给我们继续介绍 后面的三式 少林八顿锦有八式 禅元宫有七式 其实这些功夫 真的是我们刚才听到的 这个音乐 真的是让人能够心旷神移 而且非常的沉静 就像你刚才说的 能会有一个明镜的思考 所以说希望大家 在看了严重师傅 给我们做的一个演示以外 可以在这个生活中的 也不断地去做这个练习 再次感谢严重师傅 来到我们演播室 谢谢您带给我们全员工 谢谢 我们一会儿好生意 对对碰再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